對啊 暑假作業有什麼幫忙 暑假作業常常都是壓到最後才寫 我都在放假 第一個禮拜做完 然後我就放假放到開學 這是人才耶 對 他知道這不容易耶 你要去掰 一個禮拜以後的日記不容易掰 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所以他才可以讓指甲 留著長長的 有可能你買不到指甲刀 那可以用咬的 保護這件事情很重要嘛 怎麼會不讓爸爸參與呢 媽媽常常都會覺得 沒有危險的時候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險 全民新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台庫大樓 歡迎回家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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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麼 怎麼那麼多本啊 唉唷 唉唷 各位尊貴的住戶 各位尊貴的家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各位尊貴的住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這一棟財富大樓 新任管委會主委 曾穆孫 是的 當爸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面對孩子的一百種問題 一萬個為什麼 你不僅要有耐心 還有幽默感 還有幽默感 能夠讓你在面對各種狀況的時候 保持冷靜 而且面帶微笑 有難度喔 有難度 今天臨於財富大樓的 都是善於跟孩子們打交道的父母 我們要聽聽看他們的教養建議 一同來打造愉快又順暢的育兒之路 介紹第一位 她可是一位幼稚園園長媽媽 何偏偏小姐 歡迎 大家好 第二位 很愛閱讀的作家媽媽 宋怡慧 歡迎 第三位 這個是心理資深師 資深院 院長的爸爸 邱永玲 大家好 大學老師爸爸 許恆佳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主播主持媽媽 柯念軒 歡迎 活動主持人媽媽 李裴珍 歡迎 今天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們今天六位家長 生了超過十五個孩子 這麼多 太感人了 平均 將近 將近 今天呢 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聽說有好書 兩本 何偏偏先來 是 我的出了一本繪本 之前是親子教養書 但是這一次 用孩子的角度去寫了一本 我願意好好懂你 希望能夠讓父母 能夠更穩定的去陪伴 了解自己的 學臨前的孩子 我願意好好懂你 這本繪本 送給所有全天下 絕對帶孩子很辛苦的父母們 好 好書一本 謝謝 好書不只一本 好書還有兩本 來 宋怡慧 介紹你的書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台灣朝人誌 專門寫個我們熱愛自己土地的台灣 大家一起來閱讀 如何說是朝人呢 在關鍵時刻能夠造局 並且為台灣留下故事 舉一個人的例子 像賴河 就是彰化的媽祖 能夠讓貧困的人得到最好的醫療 並用文字來寫下台灣的故事 應該有很多小人物的故事吧 對 還有就是從鄭成功開始寫 然後寫莫讓滷刀 一直寫到蔣餵水 蔡阿信 你看這個人是不是很特別 好特別的一個人 謝謝 希望這本書 台灣朝人誌 給關心台灣這邊土地的 曾經的奉獻的朋友 謝謝 介紹我們關會最高層級的主人秘書 熱辣惹火又充滿智慧的 蔡主秘 蔡上華 來告訴我們電航級的大獎 過... 謝謝 太誇張囉 各位 正在的注目 要告訴大家 在這一集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 竹心瑋寶街店組 還有護錦親子背包組 SPA雙人行 跟智慧推拉式電子組 以及全NewP店 動手吧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 換取財力 智慧大功就是你 馬上進行今天的全民新攻略 我們今天算是個親子研討會 所以大概都跟親子有關 暑假一下也快到尾聲了 我們這邊 十五萬智慧新幣 來過的都曉得 來 蔡主兵 請出題 管教語言殺傷力排行當中 最具殺傷力的是 你是不是想把我給氣死啊 這樣不可以你不知道嗎 請搶答 這兩句話都滿殺傷的吧 都會有不好的影響 你覺得哪一句啊 這樣不可以你不知道嗎 你是不是想把我氣死啊 沒有意思 好 對不起 我是說 你是不是想把我氣死這句話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像是有一點藐視別人 然後前面那個好像比較是情緒化 我覺得是前面那一句 我也覺得是前面那一句 我也覺得是情緒 因為是情緒 對 好 不著急... 來...我們統整一下 最具殺傷力的管教語言 你是不是想把我氣死啊 舉手 只有你一個人選這 你是不是想把我氣死 請揭曉 真的啊 好 的確我爸媽媽如果對小孩子說 你是不是要把我給氣死啊 這句話非常的情緒囉嗦 而且會讓小孩呢進退兩難 他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做 而且會很擔心說 我是不是真的忍爸爸媽媽生氣了 爸爸媽媽會不會因此討厭我呢 會對他小小的心理 造成很大的傷害喔 那另外呢 其實還有幾句也是非常NG 但是我們常常會出現的管教言語 包含了 你再給我說一次試試看啊 那其實你講這句話 就是堵住他的嘴 不讓他講話 阻止他表達 其實對他的身上非常的不利 以及呢 這有什麼關係 你這樣也要哭喔 那其實呢 是非常缺乏同理心的 還有你現在是欠揍嗎 連恐嚇小孩的意思 以及你這個人真的很愛哭耶 動不動就生氣 你就是在貼一些負面標籤 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所以這些都是要盡量避免的 宋怡慧把它放在心裡好不好 今天我們有點判斷錯誤了 好不好 不要沮喪 因為我比較少有負面的語言 比較少啊 就是比較 我會這樣對人家說話 我們看看 你 開卷有益啊 有些不好的書 你還要看才知道什麼叫不好的 你不然都看好書啊 不好書也看一下嘛 好 你才知道大家發生什麼事啊 對吧 對 再出第二題 扮演遊戲還是親子共讀 可以幫助孩子發展出 更高階層的認知能力 請搶答 都可以吧 來 扮演遊戲 為什麼不是親子共讀 親子共讀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頻寬很窄的一種學習方式 扮演遊戲的話 其實是 在我的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 你那個五關七決被打開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所有的信息進來 然後去刺激你的大腦 就是包含你的觸覺 嗅覺 聽覺 五覺嘛 視聽未嗅觸 還有哪兩覺 五關七覺 還有七覺哪兩個 平衡覺 平衡 對 平衡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叫做 叫做本體覺 本體 對 譬如說你現在都直接看我 成哥你看我 我一直在看你 對 好 你看我 你現在你的右腳膝蓋在哪裡 你感覺得到嗎 感覺得到 那就是本體覺 如果你感覺不到 你右腳的膝蓋 你現在會覺得 我看著你我不知道我右腳膝蓋在哪裡 我太愛你了吧 對 沒錯 你是愛上我了 但你也會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我失去我都有自己的感覺 這個叫本體覺 這個超重要的 你整個的五關七覺加起來之後 在角色扮演裡面 就很豐富的表達 扮演遊戲 請介紹 好 好的確 在親子共圖的部分 它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 因為它可以幫助孩子 在語言的表達 跟大腦的發展 但是扮演遊戲 的確是更高階層一點 因為它教會孩子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能夠換位思考 把自己想像成是另外一個角色 用另外一個身分 去看待這個世界跟學習 而且你可以進入別人的觀點 與人合作 制定一個共同的規劃 甚至解決問題 所以在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 切記一定要陪伴他 來進行扮演遊戲 來 聽見這個 屋頂夾蓋 頂樓夾蓋是 八樓哪一戶 這是我定義 它叫水塔邊 水塔邊 那你要哪一戶 我要八樓之六的旁邊 八樓之五 你 醞釀子 能夠直接說八樓之五嗎 我差點就要開它了 八樓之六的旁邊八樓之五 對 違建 違建 準備開箱 哈哈哈哈 跑得了 何讓 跑不了廟 馬善揮損 恭喜抽到邱永霖的帳單 你的帳單一定很大 小孩學雜費 六千四百九十五元 請扣 請扣 直接扣 直接那個錢給我 還沒出發你就變富的 富二代 富翁 今天前途堪綠 剛才出 下一題 上小時候的孩子愛說不雅話 較適合的管教方式是 利用獎勵和懲罰 還是知道別人聽到時的感受 請搶答 李培貞 知道別人聽到時的感受 他講不雅的話 獎勵跟懲罰有什麼幫助嗎 對不對 我覺得用獎勵跟懲罰 因為他說的不雅話 你開始了一個獎勵機制 好像有點怪怪的 應該是從根本就是知道 如果你說不好聽的話 會讓別人很難過 他可以同理別人的話 他就會 不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妳的孩子多大 一個快七歲 一個八歲 二年級 三年級 從他們嘴裡 聽到什麼不雅的話沒有 像他們會說 你很笨耶 或是你好醜喔 然後我其實是真的有跟他說 弟弟 如果今天你做錯了一件事情 媽媽就說 你很笨耶 我不給你 我不告訴你你做錯什麼事情 我就說你很笨耶 你做錯是因為你很笨耶 你會覺得舒服嗎 他怎麼回答你 沒有啊 不舒服啊 我說那如果我跟你說 你這件事情做不對 是因為你沒有經驗 或是我解釋給你什麼 你就是講他說 比較好啊 知道別人聽到實的感受 請介紹 非常好 好的確喔 在這個年紀比較小的孩子呢 我們可能要教導他的時候 然後有一些適當的獎勵跟懲罰 是會有效的 但是當他長大一點 你要跟他做適度的溝通 要教導這個東西呢 是錯誤的 其實你要告訴他說 別人聽到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然後讓他去思考 這樣真的是對的嗎 當他真的從內心發覺 這個是錯誤的 他才能夠真正的去學習起來 為你開箱 我要選剛剛被放棄的八樓之六 只有帳單 才會跟帳單放在一起 對 所以八樓全部都是帳單是嗎 曾經有帳單一條街的 開箱 送你一萬 宇恆家 八樓之六 剛你選的不就好了嗎 不要幫我付一下六千塊帳單 我們只有四分之一 有超過一萬 所以你看運氣多好 幸運 還有一分零三秒喔 請出下一題 想避免孩子出現 暑期滑坡現象 專家建議可以利用暑假作業 還是暑期營隊 請搶答 何偏偏園長 我覺得是暑期營隊 暑假作業有什麼幫忙 暑期滑坡要不要先解釋一下名詞 應該就是可能在學習啊 一些作息各方面 因為放暑假 整個就呈現一個很 很糜爛啊 或者是很 整個一個失控野放的情況 對 然後就沒有規律了 對 有點像那個土石流 滑坡其實也是 土石流 對 所以暑期營隊 當然會讓它有個很好的作息 因為說真的 暑假作業常常都是壓到最後才寫啊 所以 所以好像 我不 剛好我剛好相反 我都在放假 第一個禮拜做完 然後我就放假放到開學 這是人才耶 這是人才耶 我從小 我從小就喜歡仙古後竿 從小優秀 我從小就喜歡 好優秀 那我不覺得那叫優秀 那叫仙古後竿的歌曲 然後 你要知道這不容易耶 你要去掰 一個禮拜以後的日記 不容易掰吧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暑期營隊 請介紹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暑假的確有時候 是會讓孩子學習蠟派的一個時期 因為他舊的沒有複習出現忘記了 但他現在又還沒有學習 所以又跟不上 所以這個時候 適度的要讓孩子 制定這個足夠分量的暑期作業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為他透過這個暑期的作業 他還是能夠循序漸進的 在這一兩個月的時間 還是有不斷的持續的學習複習 的這樣的一個規律 再出 下一題 教育生理學中的櫻架理論 強調的是暫時性還是堅固性 請暢答 許恒家 暫時性 櫻架只是個暫時的 對 暫時 房子蓋好了還是要拆掉 要拆掉 是不是 要把它拆掉 那它暫時性的要 要建構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讓它的那個房屋的主體 能夠被蓋起來 就是那個灌漿啊 混泥土啊 蓋起來 然後它堅固之後 就把它拆掉 這個時候你櫻架一定要拆掉才會好 那建構的這個櫻架 大概是什麼樣子 什麼內容 譬如說學習生活的常規 然後認知的發展 建構一個框架出來 對 建構一個框架出來 作息 作息 然後常規 然後它的認知發展 還有語言表達能力 然後情緒感受能力 再直進 請介紹 請介紹 好的確喔 我們教的孩子的時候 有幾個原則 一定要是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櫻架理論 就是我們提供給它 是暫時性的協助 那基本上呢 只要它已經比較熟悉 這個新的知識啊 跟技能之後呢 你就要慢慢的撤除櫻架 然後讓它呢 能夠自己再去 繼續做進一步的學習 那還有就是要雙向的互動 不是你永遠都是 你單向的填啊 是要它去學 然後只是單向的輸出 而是讓孩子 也可以參與在這個當中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呢 就是男意要適中 因為呢孩子很容易啊 會因為挫折 就不喜歡一個東西 所以呢 這個男意的部分呢 最好是在一個它能夠吸收 但是呢又有挑戰性 這樣的一個狀態是最好的方式 來 準備脫屏 請選擇 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看一下 哇 你發達啦 一萬二 哇 馬上歸 馬上就回到正了 太好了 請出下一題 古代的人物畫像 男子都會刻意留著長指甲的原因 這個是一個炫富的行為 還是笑道的展示 請搶答 來 柯念軒 炫富行為 怎麼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有錢 他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所以他才可以讓指甲 留著長長的 對 可是他會不會是一個 身體法覆受制父母的道理呢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在想笑道 難道是要幫爸媽挖鼻孔嗎 沒有啦 就 指甲動力留著 跟笑道有什麼關聯啊 你為什麼認為留過指甲指 是為了挖鼻孔呢 耳朵鼻孔 個人經驗 他有可能是長份啊 這個也道理 為清長份也要有工具嘛 對吧 請介紹 真的是這樣做行為 是 好的 希望我們重觀一下古代的畫像 這些男子也留著長長的指甲 甚至連至聖先知孔子 他也是留長指甲 最後的原因呢 就是他們要彰顯自己的身分 你有沒有可能 乃得到指甲刀 那可以用咬的 對 那就是因為呢 他不用夏天工作 他才能夠有這樣子一個空間 讓他留指甲嘛 所以呢他其實代表你要是 有一定的這個經濟能力跟身分 才能夠留指甲 但同時呢 的確在校經裡頭有講到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嘛 所以大家不敢損傷 所以呢 這個為了又要夏天工作 要怎麼剪呢 這個唐朝的民醫孫思苗 他就有給他一個建議 他說呢 當我們要剪這個手指甲的時候 就適合在指手銀毛的銀日 那如果呢 在午日的時候呢 就是適合來燒白髮喔 那代表著呢 都是即時即日 也就是幫大家想出一個破解的方法 你在這個時候剪手腳的指甲 或是把頭髮啊 就不會對父母 造成什麼校道上面的損傷了 明依萱 來 是 讓我為您服務 主委 我的選擇是五樓之三 非常清楚 感謝您 您且燒帶 是 我來開箱 非常期待 是 是帳單 是的 您抽到的是 你買了什麼 對 對不起 為什麼 唉呀 她就是一個不孝的參賽者 孩子學雜費 國小的 八千七百三十二元 沒問題 我來 我只能說 謝謝你幫我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勝利衰 你太衰了 她有三十八秒 建築下一題 從福生六季 可以發現 這主角沈父 她其實是一位 寵妻魔人 還是媽寶丈夫 請向答 福生六季 妳還記得沈父的遭遇嗎 她是 寵妻魔人 她寵誰了 寵自己的老婆 陳芸 她有幾個老婆 只有一個 她學歷史的 我怎麼忘了 她連陳芸都曉得 沒有 而且她還跟她在月 七夕的時候在月老廟 然後就說 下輩子我要當女的 因為那個時候她老婆 為了不能生小孩這件事而苦 所以她說下輩子 她老婆不能生小孩 妳也知道 對 然後就說下輩子 她想當女生 然後讓她當男生自由 不要受到家庭的束縛 那個就是富得這樣子 請揭曉 來 請選字 七樓之四 準備開箱 九千元 請出下一題 請搶拿 李培甄 我選電費通知單 請揭曉 不錯 來 李培甄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一 水塔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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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一千 總是錢 很正常 謝謝 來 再出下一題 全送詞最常出現的 兩字詞是東風 還是風流 請請搶拿 有 柯念軒 我的答案是 東風 碰 碰 碰怎麼跟我講的一樣 風流這兩個字 不是也挺好的嗎 對啊 也挺好 但我就覺得東風也有一種 就是 很生活萬物生發的感覺 請揭曉 真是東風 好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不管在唐詩 還是宋詞裡頭 東風被提到的次數 是最多的 那接下來是何處 再來是人間 第四才是風流 柯念軒 七樓之三 兩個高的 這兩個這麼高的中間 怎麼會是高的呢 我就是要逆向思考 這樣 開箱 可以耶 一萬耶 一萬 馬上你就脫平了 搶不到 按不到 可是你只剩一題的空間 你們兩個看 搶得到搶不到 好的 最後一題請出題 Tango還是倫巴 是屬於傳統晉晉舞蹈的 國際標準舞 請搶拿 哇 你搶不到 許恆家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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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是倫巴 倫巴是拉丁 是倫巴 國標裡面的拉丁舞科 Tango是國際標準舞 倫巴是拉丁舞科 你說的是Tango 對不對 對 請揭曉 好 分享國際標準舞 跟國際拉丁舞 那在標準舞的部分呢 就包含了華爾滋味 那華爾滋 還有Tango 狐步跟快舞步 那麼拉丁舞呢 則是有倫巴 恰恰恰 還有森巴 還有捷舞跟鬥牛舞 來 好厲害 請選擇 六樓之一 六樓之一 最後開箱 可以了 可以 可以 鼓勤 北戴 北戴 各位 報告一下大家得分情況 翩翩姐不錯 我加油 淡薄名利 對 一位姐九千 武林哥 雲淡風清 選家一萬零五百零五元 好 然後呢 一千兩百六十八元 裴真 一萬一千元 有 選家李北貞 戰士領先 歡迎 九月夜 說我 第二批就是 把我們勾勒出 我們最可愛的那一面 他自己講 好讚喔 超讚的 寶貝 閉司 這我看到 歡迎六位家長來到第二回合 看到了二十万 所以这边有一半以上 都是超过一万 待会你们很有感 加油 第一题请出题 网络调查职业父母育儿 最大的困扰是 缺乏时间陪伴孩子 还是保姆问题 请一想答 我觉得是 好 保姆问题 你为什么选择答案 因为现在 就是新闻每天在播 哪个保姆女儿 幼儿园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 值得信任又有经验的保姆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那你说缺乏时间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 那就是用周末的时间来陪伴 请接受 好 的确 最多的职业父母呢 觉得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 不够时间陪孩子啊 工作家庭两头烧 这个是最让人困扰的 而第二名的则是 育儿的这个配套政策 措施不够完善 也是会让大家呢 为之却步 那第三呢 才是保姆的问题 担心会遇到那种 恶保姆啊 遇到小孩啊 或者是素质不好啊 品心不佳啊 都是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忧的 再出下一题 中国孩子是整个家庭的序 瑞典还是芬兰首创 祖父母也可以享有 带新育婴价 请抢拿 何偏偏你抢到了 我自己抢到了 你抢到了一个 你不确定的答案 对 我要猜一下 瑞典还是北欧 哪一个 祖父母也分享带新育婴价 我猜是芬兰 带新育婴价 请揭晓 好 是瑞典 不是芬兰 好 其实瑞典呢 真的是一个福利政策 很好的国家 那除了呢 这个父母可以有带新育婴价之外呢 他也会考量到说 其实有时候家庭也不一定是父母 要照顾小孩啊 祖父母啊 甚至是叔叔啊 阿姨啊 也可能会是孩子的照顾者 所以呢 只要你是孩子的 这些身份的人喔 都可以来请领带新育婴价喔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你来 请说 我小学有个同学 他快毕业的时候 爸爸因为工作关系去芬兰 他就跟着去芬兰念书 然后呢 回 写一封信回来 给我们 让我们好 好忌妒 他说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上学啊 每天坐计程车 而且不用钱 政府帮他付的 因为他们刚到那边 没有买车 然后又冬天 冬天都是冰天雪地啊 所以就是政府怕他们 你亚洲人来这边开车 雪地开车不习惯 所以帮他叫计程车 每天接受 免费的 这是芬兰 是 所以芬兰其实也很重要 这样一个社会福利政策 尤其这么来款待外地来的人 对 但是他们税也高啦 是 请出下一题 母亲守门效应是指妈妈会 不让爸爸参与育儿 还是过度保护孩子 请想答 邱永龄是 说 母亲守门 我觉得是 自己的选择不要怪节目 不要情恶我 我觉得是 不让爸爸参与育儿 明明想选过度保护孩子 大家自己要自己转个外 你 我不晓得你啊 所以我这边有九转肥肠 你知道吗 就一个答案要转好警示 我们学新闻 我们世新学新闻就说 高二点 我们是新闻的守门人 守门人 对啊 守在过度保护 这保护这件事情很重要嘛 怎么不让爸爸参与呢 你真的啊 请揭晓 你真的啊 好 因为呢 妈妈常常都会觉得 没有危险的时候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我们呢 会不知道说爸爸 选择 不是啊 因为呢 爸爸有时候就像那个大宝宝 也是妈妈要照顾的对象 我们就会担心说 爸爸真的知道给孩子吃什么吗 或者是他真的会用正常的方式 陪孩子玩吗 会不会有时候玩得太激烈啦 所以呢 妈妈这时候呢 就会觉得想要保护孩子 觉得爸爸可能也会造成 他的一些危险 或不照我的方式来育儿 所以我只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照顾宝宝 但是其实这样子也是错的 因为你就剥夺了爸爸跟孩子 相处的一些机会跟权利 那也会让孩子跟爸爸的关系 相对比较疏远 那爸爸更没有这个机会 好好来学习 到底我要怎么来带孩子啊 谢宏林 算你狠 六了是一 好好笑喔 这最高才一万一 我是抢不到 看好 真是妙 厉害 开箱 你算比较早 你算是比较早梅的啦 所以因为 就算差的 收到钱都不差 这个数字在这边 这个金额在这边这一回合很 算差的 真的 万丈高楼平地 但是你也怕跑到第四名了 请出下题 网络调查最科技恐慌的一代 是指零零世代还是九零世代 请抢到 邱永灵抢到了 哪一个啊 刚才有人教我怎么按理 我学会了 好 你先学会答题来 科技恐慌是哪个世代 科技恐慌我觉得是 九零年代 九零世代 九零那恐慌什么呢 恐慌跟不上啊 或者知道太少啊 像零零我觉得 她们一生下来就是 好像天生会用那些3C一样 然后她们一上学的时候 就是在学校的社团 就有什么城市设计课啊 哦 那像我们七零年代 我们就是放弃了 就不用恐慌了 九零 九零 请介绍 我们都会觉得说 零零世代呢 是一生下来就常常接触科技 她们也是最会使用科技的一代 但越了解科技 就越担心自己会被取代 你想喔 现在大家都知道 CheckGPC多好用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无人化 无纸化 科技化 AI化 所以也会让零零世代担心 自己未来出来找工作 恐怕通通都找不到了 来 再出 下一題 行李如坏掉可以视为 是一般垃圾 丢弃于垃圾车的 是硬壳行李箱 还是软壳行李箱 请抢答 没有 再两罐 好 因为刚才讯号是同时进去 它会重来 所以把握时间 来 车点选 硬壳行李箱 明明想选软壳 明明想选软壳 我如果是我 我两个都会丢到垃圾车 请介绍 对啊 你干吗 不可能啊 因为硬壳里面的塑胶成分太高了 太多了 对 胳膊还有橡胶都不一定了 因为它要防撞嘛 对 我们再出下一題 2024二少大卫来职业探索 小群女生最喜欢的职业是 烘焙师还是YouTuber 请缠打 2024喔 佩甄 2024我觉得是YouTuber 小群女生最爱YouTuber 请介绍 好 小群女生的这个志向 前三名可能会出乎你所料 第一名是烘焙师 第二名是画家 第三名是歌手 第四才是YouTuber 那小学生最不喜欢的 职业的前几名 好像基本上都是跟大自然 比较有关系 是渔夫 农夫跟巡山员 合理 来 下一題 母乳和配方奶最大的不同在于 母乳含有丰富的寡糖 还是木糖醇 请强打 柯念轩 寡糖 请介绍 好 母乳它跟一般配方奶 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里头富含的寡糖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 益生菌生长 也能够清除宝宝体内一些 有害的菌种 而且当这个宝宝 如果不幸染上病毒的时候 其实母乳当中的寡糖 也可以阻止这些病毒 侵害到宝宝的健康的细胞 所以这也是母乳最珍贵的地方 我们剩下三十秒 就开一口箱子 我觉得你们真是干得好 好爱喔 念轩姐 来 八楼之一 选个像样的东西 这里面一万占一半 里面还有两万的选项 你知道 八楼之一 开 邻居帮帮我 邻居帮帮我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住户公司 你要收金还是收银 那还是收金啊 真是的 社区举办外国大学毕业生交流会 谁曾经在国外念大学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请分享出国留学的经验 好 这样 我们锁定好了 出国留学必带什么 老婆 来 偏便先来 我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是住宿舍的时候 我带了那个热水瓶 就是那个恒温式的 就是水一直放在那边 它就会有 垫子垫子垫子 因为我去纽约 它其实很冷 对 對 那但是那個要煮水什麼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就像泡茶 那邊沒有嗎 那邊沒賣啊 我沒有在那裡看到過耶 他們都是快煮湖 煮水保溫那種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那還滿重要的 來 薛永玲 一定要帶一個國產品牌的電鍋 尤其是男生 一定要帶 為什麼尤其是男生 因為男生通常比較 不知道怎麼煮飯 做菜 但是電鍋非常好用 不管你是要加熱昨天的剩菜 還是說你要煮個白米飯 然後自己弄個滷肉 什麼都非常好用 電鍋一定要帶 來 佩蓁 我覺得常備藥品 因為其實電器類 以前真的不太好買 現在沒有那麼難了 但是你出國萬一不舒服的時候 你從小到大常用的退燒藥 過敏藥這些 你不一定當地買得到 對 免得生病的時候 對 而且那邊的營業時間 也沒有那麼長 你晚上如果發燒起來 你想要拿到退燒藥 OK OK 一些隨身需要必備的藥品 對 備而不用 一定要帶 經過你們的分享之後 大家非常非常的有收穫 於是乎 其他住戶 有三戶 對吧 支付入場費 就是這是一個分享會嘛 那支付入場 一共六千元 一戶兩千 來 請 分別 一個給一個 對不對 一個給一個吧 謝謝 你們可以給得了 所以可以補充分享嗎 活動不是我辦的嗎 這證明姿勢是有價的 他們過來挺你啊 賠錢辦活動 太偉大了 我沒有出國那個留學 但我有出國工作 算嗎 不算 還有最後三十秒 請出下一題 兩個同時案耶 何彬彬跟薛宏林猜拳 剪刀 石頭 不 對不起... 來 薛宏林 龜貝玉 是胡偉蘭 因為它的葉片 表面積比較大 因為葉面大啦 對 沒有 我覺得是胡偉蘭 妳覺得是胡偉蘭啊 我記得有這樣 看過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你看 人家看過這個研究 你看看你 什麼都不知道就亂猜 來 貴節目的屬性 大家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揭曉 她是胡偉蘭 好 我不會在空氣櫃節目了 我是虎爛 妳是畫虎爛 好 要跟大家講喔 其實呢 胡偉蘭啊 是被NASA給認證的 它是能夠達到非常好的 淨化空氣的效果 那大概呢 這個如果直徑六寸的胡偉蘭 它可以淨化十平方公尺的空間 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呢 去除這個當中的一些夾缺 但是呢 它也一定要日照良好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也要通風良好 才能夠發揮作用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像是蘆蕙啊 或者是石壺蘭啊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淨化空氣 請 祝賽麗 博雅教育新於古希臘時期 其目的是為了要讓人具備 批判思考 還是危機處理的能力 請唱答 唉唷 卓詠麟搶到 怎麼會說 我想他應該是 其實他應該是 想跟你們其他人 來 說話 古希臘應該是重視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 請就講 你看 字幕話我來 你看 好 博雅教育呢 它其實是讓我們一個人 成為自由人的一種教育 所以呢 你除了呢 希望可以超越個人之外呢 更希望可以超越 你自己的一己之私 發揮讓它變成一個公薪 你願意去幫助社會 然後呢 幫助大家 做一個更大愛的一個舉動 請出 下禮 現在著名的文人 紀小蘭 嬌子八則四界 當中提到了借宴起 指的是借晚起 還是借早起 請唱答 柯念勳 借晚起 借晚起 請揭曉 送分送慘啊這個 來 起 我給你拚了五樓之四 選就選幹嘛跟他拚你了 我今天選三次 有兩次都讓我付 妳知道妳們這邊 現在最高獎金一萬三 笑死人了 隨隨便便 剛剛這七千叫做倒霉 才選這七千 這一回合都是高的 對不對 五樓之四是不是 隨便開 開箱 看好 看好 謝謝大家 我先走了 再見了 最後一題 誰搶到誰就有機會 但如果答錯 齊永玲 你就上岸了 是嗎 直接變當然第二名 你現在是第二名 你現在第二名 好喔 好 準備 請出力 為了讓社福中心社公 發覺不易主動求助的 潛在需求家庭 宜蘭縣政府是利用幸福親子包 還是照顧員道府服務 請搶答 快 宋怡慧搶到了 她是用什麼 什麼叫親子包我不知道 還是照顧員道府服務 來一個 幸福親子包好了 機械腳 好厲害喔 好 宜蘭縣就推出了這種 幸福親子包 就是送給新手爸媽 但是她除了送這樣的一個 育兒用品之外呢 背後還有一份很深沉的愛心 就是會擔心有一些是 低收入家庭 獨居的媽媽 或是心智障礙的媽媽 她其實是沒有辦法用 靠自己的能力去照顧孩子的 所以在道府就送這個親子包的同時 也可以發現這些潛在 需要幫助的家庭 來 宋慧喬 不是 宋怡慧 好 七樓之四好了 必須要超過兩間喔 所以妳 我們裡面也有九百的喔 我先告訴妳 有九百的喔 好好想想 有九百 我真的有九百的 我們這邊 是喔 所以 不要怕 好 那還是七樓之四好了 美國國姓是吧 七樓之四 開箱 好多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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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變成你們倆同分了 李肥貞 宋怡慧 都是一萬三 介紹冠軍爭奪賽 加油 太好了 兩位同登同分 猜拳 剪刀 石頭 布 妳要先打後打 妳可以選 妳先打或我 那您先好嗎 我先 好 好 妳要後打 所以李肥貞先來 好 只有兩次可以保留金額的機會 請處理 鷹兒第一個可別人的顏色 是紅色還是綠色 紅色 請揭曉 非常純明 請選擇 七樓之三 普通 一萬兩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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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以今天的這個走向來看 一萬兩千五很高耶 通常我是不會留 我們這一回合裡面 一萬兩萬三萬的都有 那我就不留了 依妳看 妳的耳根子會不會太軟 真的 我就是知道 我今天有點 對 所以 不留 放棄 送贏會準備 請處理 四歲 請揭曉 請選擇 八樓之四 妳們兩個今天會很刺激喔 那我留好了 妳留 基準點讓她來建立 不是 那妳如果留了的話 那我就可以見招拆招禮 沒關係 一萬三路上 妳還有一次的機會 妳陪真準備 請處理 哪一份 請揭曉 請揭曉 因為 所以豬還沒有烹煮之前 它是有感染的疑慮 所以不能回收 是吧 不能給豬吃 請選擇 我選 七樓之五 運氣不好 九千 不研究 過 送贏會準備 請處理 雞蛋殼還是玉米心 屬於可回收廚餘 玉米心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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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換禮賠針是吧 對 請處理 白箱給我搖一搖有聲音 嚐起來會比較甜還是酸 甜 請揭曉 我就記得不是 我不知道這一題 結構已經鬆散了 所以鬆散了會比較酸 送贏會準備 請處理 沉曼 請揭曉 請選擇 八樓G2 發達了 一萬八 好大力喔 所以十四秒我們就不玩 不玩他了 兩次保留到位 對吧 好 來 入账 現在你們來回差價三萬一 所以你兩次一萬五 兩次一萬五就超過了 十六秒大概可以回到 三題左右 將近 好 加油 好 請處理 Hit the sick 他的意思是健身房打沙袋 還是上船睡覺 上船睡覺 請揭曉 我真的知道太棒了 Hit the sick 請選擇 六樓之一 先留吧 一萬三千五 先留啊 記帳 現在落差 一萬八 請處理 白手 還是紅手 有現行辦的意思 紅手 手上是紅的嘛 沾滿了鮮血 對 紅手 請揭曉 你還有下一題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好刺激喔 必須超過一萬八 三個 好高喔 你剛拿這個就輕鬆了 你知道嗎 對 一萬五千五 拿下來剛好四萬二 剛好輸兩千 放棄 請出最後一題 奧運設計項目的健拔 有幾個得分 虛實 還是八個 請揭曉 一分到十分 對 一分到十分 四萬四千元 恭喜宋一輝獲勝 謝謝 難得站上這個寶座 他送他什麼禮物 讓他難忘一下 好 要送你兩項大獎 第一個是 支柏Bakman 挪威戶籍 親子背包好 What's up? 挪威皇席運用78年的 紙包經驗 歷史很悠久規模 最大的書包品牌 專利支撐系統 繳62%的重量都轉移到臀部 融獲了德國 日本 IGR等多國認證的人體工學獎 另外一個呢 則是美國請支保 朱欽惠保健電組 經濟性保健電專家 融獲了美國AFA7X 與過敏協會的認證防水防漫 潮渡器防漫三保六面全密封 床電套床包式和枕頭 保健電體提供健康 低迷的睡眠環境 恭喜 全部送你 謝謝 謝謝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累積 你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戶的智慧密碼在哪裡呢 別忘了周六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全民性攻略 拜拜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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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